在菩提樹下,佛祖覺悟成佛,不再迷失 在菩提家爺,全球佛教徒爭相朝聖 他們都希望不再迷失 菩提本無恕,陳曉東尋找迷失根源 向菩提家爺出發 在人生當中,誰會沒有煩惱 誰沒試過迷失的感覺 因為我很緊張,我有很多問題 很多問題是不可以現在解決問題 工作問題,生活問題,感情問題 什麼問題都好 無論如何,我很緊張 我覺得我快要爆炸了 人為何會有煩惱? 人怎樣可以斷絕煩惱? 而千多年前,印度出現了一位智者 佛祖釋迦利 他嘗試去解答這個困擾人類的大問題 帶著很多疑惑 我從加以國踏出發 八個小時就去到佛教法原地 菩提家爺 菩提家爺是東任道一個小城鎮 對於全世界五億個佛教徒來說 這裡是一個聖地 菩提家爺的意思是 覺悟的樹林 佛祖釋迦利 菩提家爺的意思是 就是在這裡覺悟成佛 這裡是摩科菩提寺 是菩提家爺最重要的廟宇 因為在中間這座四方形的塔裡面 供奉了佛祖的社領 我本身是一個佛教徒 能夠來到佛祖覺悟成佛的地方 一半是為了朝聖 另一半是想見一下這裡的僧人 以及學習更多佛法 摩科菩提寺是世界文化遺產 在公元前三世紀 由古印度阿玉皇興建 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的 古代佛教寺廟 這一位就是大菩提寺的住持 他說在這裡可以找到佛祖 當年打坐冥想覺悟的地方 在七星期間 這裡有七個地方 在佛祖做了他的訓練 這就是一個地方 瑟加茅尼是二千五百多年前 古印度的瑟達多王子 雖然過著富裕的生活 但是眼見人受盡生老病死的折磨 於是在二十九歲離開皇宮 來到菩提家爺這裡思考人生 希望能夠為人類尋找一套 斷絕煩惱的方法 這一條是流經菩提家爺的利連善河 佛經記載 釋達多王子 在菩提家爺的樹林 俯修六年 精疲力盡 曾經有過放棄的念頭 當時就有個牧羊女經過河邊 見到釋達多王子瘦骨鱗遜 於是就送上一碗羊奶粥 釋達多王子吃了一碗粥之後 忽然領悟 於是就回到今天大菩提子的位置 在一棵菩提樹下打坐冥想 七天之後大切大悟 得出人生真理 我們終於來到菩提樹 就是後面我們看到這一棵 現在看到這棵菩提樹 已經有三百多歲了 是佛祖得道的時候 那棵菩提樹的第四代 二千年前 大菩提子這裡只是一片樹林 在菩提樹下得道之後 釋迦茅尼就在這裡附近 修行了七個星期 剛剛住持告訴我 其實後面這條路 是當初佛祖成佛的時候 第三個星期所經過的路 它走過的每一步路 聽說的時候 是有蓮花在腳下生出來 所以現在人們為了供奉它 就會供奉那些蓮花在這裡 原本這個地方 後面就是這棵最高的塔 大家看到旁邊這些塔仔 其實後來因為越來越多善信 來到這裡參拜 而他們捐錢起 佛學最重要的理論基礎 都是在大菩提子這裡誕生的 這是一個重要的地方 在那裡佛祖人探索了 理論基礎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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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影響有影響 而那些影響有另一個影響 它會給予另一個影響 它會給予另一個影響 諸法因緣滅 原起理論是佛學的哲學基礎 世人必須了解 世事萬物都有因果關係 任何事情發生 都有前因,都有後果 在大菩提子 來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 一早就會在這裡誦經 向大菩提子叩拜 而我也看到很多人在這裡冥想 這一位來自美國的佛教徒Michael 他已經在印度修行了18年 他覺得人世間有很多分亂和迷失 所謂的職貌 可能要肯定科徒 與靜之的啊 甚至是 christian際身邊缺乏 甚至有各種類秘密締 他們在生活大感到不滿 大感到壓力 不滿的抗熱 他們不存在於是 不存在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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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不存在的心 不存在的心 人都可以得到覺醒 人要做到正見、正師、正語、正念 和有端正的行為 才可以斷煩惱、脫腐海 它是關於人間的狀態 不是關於佛法 它是關於人間的情況 關於人間的情況 關於什麼問題 如何處理它 以及關於人間的最終能力 在心中 佛法完全描述這些事 Michael說 佛學不只是一個宗教 而是一種哲學 經過十多年的修煉 他現在不再覺得迷失 他在當中找到很大的智慧 它是像一個紫薑 蓋著石頭 這是什麼紫薑? 這是一個紫薑 正面的習慣 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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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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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中取西經的地方 菩提樹下 佛祖頓悟什麼方法去斷絕煩惱? 如何才能做到菩提本毛樹? 待會繼續向菩提家爺出發 佛祖頓悟 佛祖頓悟 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修煉 覺不到人生的真相 修行對佛教徒來說是很重要的 有一些僧人甚至乎會選擇上山潛修 過著與世隔絕的苦行生活 一住就會住上幾十年 在黃蛇城附近其實有很多山洞存在 因為以前很多僧侶選擇冥想修行的時候 都會選擇這山洞 進來看看 黃蛇城在菩提家爺附近 現在已經發現了幾千個這類 古時僧人用來修行的山洞 很多都刻有古印度經文和壁畫 除了躲起來修行 古印度的僧人還可以讀大學 距離佛提家爺兩個小時的車程 就會去到那蘭達 佛教曾經是古印度的國教 當時的皇帝為了推廣佛教 就在那蘭達這裏建了一間佛教大學 現在還可以見到大學的位置 以前的人學佛都會經過這裏 其實這裏是一個大門口 大家可以看到這裏下面是一些石柱 而在旁邊就是兩個佛像 他們拜師學藝都會經過這門口 這裏就是唐三藏取西經的地方 在他寫的大唐西域記裡記載 當時佛教大學這裏規模龐大 藏經九百萬卷 有上萬個僧人在那裏研修佛學 唐元壯在這裏學佛兩年 然後將凡文佛經翻譯成中文 再帶返中國 從此佛教就在中國傳播 佛教大學的結構是很精密的 好像這裏就是老師講解佛學的大廳 還有學生宿舍 不知道唐三藏當時睡在哪一間房間呢 在我身後就是他們以前用來儲糧的房間 而當這個遺跡被人發掘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是找到一些 二千多年前的米 但這些米已經被人送去博物館 在十一世紀 特缺人佔領東印度 還用泥土淹沒整座佛教大學 直到一百六一年 這裏才重見天日 不過 估計現在還有一半為止 未發掘出來 雖然再見不到這裏的木頂建築 再找不到過萬僧女在學佛 但是站在城牆上高 彷彿可以聽到他們重驚的聲音 這間由北丹國王興建的寄宿寺廟 裏面有五百個學生 全部都是專程由北丹送來菩提家爺學佛的 不單人以學佛為榮 所以很多父母都會送自己的子女 去寺廟做喇嘛 其實每一晚在這裏的學佛的僧侶 都會在裏面先歌頌世界和平 但我身邊有三位進不去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一個是八歲 一個是九歲 一個是十歲 還是學佛的初階段 是十五年 除了要修讀佛經 還要學古印度梵文 英文、數學等等 每隔三年才可以回家一次 雖然他要離鄉別井 但是Nakwang覺得 學佛很有意義 世界越來越變真 家庭價值越來越下降 人類生存在世界 其實在危害世界 我在佛教家庭長大 我相信佛學可以改變世界 每一晚 學生都會在大殿汴京 探討人生問題 為什麼人有煩惱 怎麼可以令世人快樂呢 香港人可能一輩子都沒有想過的問題 在這裡每天都會拿出來討論 他們的笑容永遠都沒有雜質 我會幻想如果我是他們的朋友 如果我也是其中一個 坐在那個地方一起學習的小僧人 我想我會很開心 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開心 為什麼我們每天都有這麼多的煩惱 這麼多的壓力 我試過生氣 我把頭放進雪櫃 打開了家裡的雪櫃 放在後面夾著 你別吵,你幫我夾一會兒 你以為有些事情 不是影響你很重要 但其實它可能是影響緊你很重要 只怪我就是不懂得處理那種壓力 回到大菩提子 主持勸我不要太執著 要接受人生是無常這個事實 你会有鬼不知道 你爱你 你睡在吃的 你在吃的 你用测出在晋焦的 你跟着你 什么时他也在你 他那么专家 但这一只孩子有耐心的生活 你会迷你 你会悲悲 你会选择 你会选择 你很悲哀, 慢慢地… 慢慢地你會發現 它有一個年來, 它有一個年代去死 你的朋友會控制你 你會說, 這是一個不永恆的事 死要來, 你開始承受 我又向住持請教一個問題 怎樣才可以少點煩惱呢? 別想太多, 想想, 想想 就是想太多, 想想, 但你沒有生在夢想 很重要的, 想想想 是好想想想但不要緊 放在夢中 放在現實中 在你做的事 當事件發展 在你計劃的事件 事件會落在線上 但如果你只想想 你必須在想想 針對人類 必須面對的煩惱和苦 佛祖覺悟到 苦、雜、滅、盜 四聖帝去斷絕煩惱 首先苦 即是要人了解 和接受到人生的虛空 與無常 人是必然會面對苦難 不如意等的苦 雜帝 就是要了解苦的根源 而通常苦的根源 是由人的貪欲 渴愛而引起 滅帝就是要徹底消滅 去除引致苦的根源 而最後 道帝就是修煉的方法 人的煩惱都是源自自己 能夠認清人生無常 與你顛倒夢想 放下心中執著 就能夠活在當下 如果我們在菩提樹下 能夠覺悟到菩提本無樹的真理 我們怎麼會迷失呢 我們怎麼會迷失呢 人到黃昏 對於余慕蓮來說 人生又是什麼呢 千萬不要人給人 人給人就是死人 一個無兒無女的普通人 余慕蓮 為什麼願意捐自己的積蓄 去貴州建學校呢 這就是余慕蓮的希望小學 漂亮嗎 你看有多少學生 看見他們就開心 歇視奇風二族 一連三集 余慕蓮和我們穿梭貴州的深山 領略另一種人生 另一種智慧